這個十七趴 這一段是沒有的 所以每年就是十七趴 十七趴 錯 因為那些年沒有出租的概念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出租 而且覺得出租很麻煩 也害怕別人出租之後死在裡面怎麼辦 後來發現其實你多想了 你多想了 沒有那麼多人想要死亡 大家都想活著 那這個 所以其實呢 這麼多年來 死在裡面的有幾個呢 一個 我遇到一個 死在裡面 自然死亡 一個 跑走的趴數大概三趴到五趴了 也就是說呢 你租一百個租客大概會有三個到五個 租到一半會消失 人不見了 要死丟在冰箱上面 然後人就不見了 然後去整理房間的時候呢 然後床底下就會有槍啊 刀啊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子啦 大家真的要聽懂啦 大概就一個掛掉了 你說很多嗎 沒有啦 超少 那個連一趴都不到 反而是這個中間繳不出來 人消失的比較多啦 一百個會遇到三到五個 你租過上百間之後 就會得到這個數字 那租金大概至上會打八折啦 打八折是因為有些永遠不會空啊 有些房子就是你不拜地基主呢 地基主就不會讓你租出去 而且一定要拜到第三次才會租出去 每拜一次空兩個月 是不是 然後拜到第三次已經空了半年 終於租出去了 然後一次還要買兩個雞腿便當 這就是一個很神奇的 神奇的事情啦 他出租有運氣的成分存在嗎 有啦 但是百分之八十的房子是會出租的啦 百分之八十的時間 我們講時間 因為空窗期不一定是空半年 也不一定空一個月 每一間都不一樣 但是以總收租金來說 大概會是打八折的狀態啦 你收個十幾年就會了解 收個十幾年 收個成百上千間之後就會得到這個數字 大致上是這樣子